華僑 所以在最近這兩年來 如果說有一些活動方面 就是說我們傳統喬社非常非常的關心 所以希望委員長在這次 在這個短短的時間裡面 給我們一點關心一點關懷 讓我們大家知道說 我們傳統喬社華僑 還是讓中華民國有的那個地位 那個價值 因為我們國父說過 華僑是革命之母 我想我男舉大家都有關三令的問題 所以我 他這樣我又同大家報告 兩岸在談判的時候 並沒有達成共識 就是我們支持中華民國 共產黨說是中華民國 所以馬英九總統來講 一中 特別 民進黨執政之後 他們的基調調成越來越急 他們現在只講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一個個字 就沒有個字表述 不同意個字表述 那這個我們就沒辦法解釋 在聯合 一個中國指的是誰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國 就不是國務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 這個我們可以說 這就是共產黨 他在策略上來講 他要消滅中華民國 沒有談喔 但是已經有結論 談判的結論是什麼 共產黨也設定好 就是一國兩制 把台灣 把中華民國消滅 把台灣變成香港 這邊跟我們 自家哥中華會館 所有的元老 所有的大老 跟你們報告 不是民進黨 不是民進黨 不認同中國 這個大中國 這個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中華民族 不是 基本上 我們對於中國 十三億人民 我們都非常友好 我們認為兩岸之間有政治分歧 應該要坐下來 互相尊重 平等 大家來協商 未來 兩岸是一個什麼樣的中國 大家要討論 而不是共產黨 他就是說 就是 共產黨的中華民國 這個共產黨說 不接受他的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就是搞台獨 說我們就是台獨 事實上 中華民國已經獨立了一百零七年了 現在也不是民國一百零七年 那是什麼台獨 我看不出有什麼台獨 中華民國的憲法 我們現在民進黨執政 也是要把中華民國憲法再做 沒有什麼台獨 不能因為說 我們中華民國不接受共產黨的條件 共產黨的強迫 那我們就說 就說我們是台獨 我想我們中華會館最後的元老大老 我想你們會了解一個判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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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